每一次的新机发布 消费者往往都会把目光放在有大北支撑的Pro机型上 然而作为同样首发的天玑9400SoC中的准备旗舰 Vivo的X200标准版表现同样也是令人很深刻的 对比上一代X100 它在性能外观屏幕拍照以及续航照都有着不错的提升 因此我想用本期视频和大家一起分享分享 我这段时间对于这一台X200的体验感受 如果说你最近正好也在考虑这一台机型 希望我的分享能对你其他帮助 Vivo X200作为X100系列的升级版 虽然整体的设计和上代较为相似 但还是有一些地方做出了显著的感情 比如正面这一块等身示威曲的屏幕 这种屏幕的形态兼顾了直屏机的游戏性能 和曲屏机的温润手感 视觉效果可以说是相当不错 可以说是今年旗舰机型屏幕形态的最有解了 而和屏幕搭配的边框 虽然X200从上一代的弧形改变成了直角中框 但中框两侧还是做了微虎的处理 所以上次把玩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非常的个手 来到背面 X200这一次推出了十个版本 我拿到手上是最具有辨识度的保时蓝 在亮面后盖玻璃的加持下 倾斜角会给人一种流亡一彩的感觉 个性化方面我觉得是实力拉满了 不知道屏幕前有多少是蓝长的粉丝 你会考虑这个版本吗 可以弹幕走一波 至于其他的参数方面 除了黑色版本另外三个颜色的机器厚度 都只有7.99毫米重量202颗 相较如今普遍的晒半径的大背席间 这个体积可以说是控制的相当不错了 毕竟它还晒进去了一块5800毫安时的大电视 大家比较看重的续航能力 它的表现也是比较出色的 这一点我们等会会提到 除此之外 大背上值得好评的 IP68、IP69防尘防水 中背这一次也同仍配备了 因此日常防护表现是无需担心的 虽然是中背标准版 但拍照依旧是Vivo X200的一个核心优势 这一点从这个面积较大的相机模组也能看出来 规格方面 这里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Vivo X200的主色采用的是 MX921传感器 1.56英寸 5000万的像素 广角采用的是 截然1传感器 2.76英寸 5000万像素 长焦则是采用的 MX882传感器 1.2英寸 同样也是5000万像素 需要注意的是主色和长焦 这一次还有菜式剃度膜 在蓝场的影像算法加持下 拍摄出来画面会更有质感 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看一看 Vivo X200的样张表现 在这里我基本都是随手拍的 没有特意的去构图找场景什么的 但拍照的观感依旧相当不错 当然这一代提升最大的肯定是这一颗长焦 默认的3倍和10倍已经很够用了 拍出来的照片清晰度和色彩还原都比较出色 即便是放大看画面细节也足够让人满意 除了常规的望远 长焦还加入了微距拍摄功能 物体放大后的成像质量依旧表现出色 背景的虚化处理也是比较自然 再来看一下晚上这座灯光较复杂的环境 X200拍摄出来的画面 成像的质量依旧比较稳低 软处的建筑和字体细节保留都比较多 值得一提的是 X200还加入了Level4的功能 通过这一功能你可以拍摄动态照片 让回忆变得更加生动 目前已经适配小红书等社交软件平台了 你可以随时随地分享生活中的有趣部分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涮光问题 我自己其实在买的时候 也是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所以找小伙伴建了几台手机 进行了一下测试对比 需要说明的是 这些手机都是随机借的 机型有心有救 然后用曝光灯模拟往上 容易出现涮光的测向场景进行拍摄 首先X200和小米13的表现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X200和OPPO Find N3的表现 然后是X200和小米15 Pro的表现 最后是X200和iPhone14 Pro的表现 可以看到无论是新老机型 面对这样的场景 都会有涮光的出现 关于涮光的解决方案 目前整个行业是没有什么 特别好的处理办法 然后根据我这段时间的使用感受 其实在大部分的场景 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万一在小部分场景遇到 参考相机解决方案 这个时候可以考虑一下 手动执照一下 其他配置方面 屏幕和性能也是本社X200的升级亮点 Vivo X200采用的是一块6.67英寸的 菜式大师色彩屏 分明率2800×1260 PPI高达460 显示足够细力 而刷新率方面 屏幕最高支持120Hz的多档微刷新 日常使用实斑顺滑 在全电路菜式自然色彩技术的加持下 屏幕的色彩表现也同样是比较出色的 可以说大大的改善 我以往对蓝场屏幕固有的一个认知 至于大家比较关心的护眼方面 X200这一色是支持2160Hz的全屏PWM调光 日常使用我们会在设置里开启AI智能护眼功能 搭配可调色温的熟视模式 整体的使用体验还是蛮不错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性能 天机9400这颗SoC的表现确实非常出色 具体的规格大家应该早就有所了解 所以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我们直接拿数据说话 极客奔级6单核2819多核8639 和上一代旗舰SoC骁龙8件3对比 它的单核提升幅度达到30% 多核提升幅度达到了27% 按照以前每年10%左右的提升幅度 今年可以说直接升级了两代 确实非常顶难 难怪都说今年换手机的小伙伴 是最有可能变成未来几年的定制户的 游戏部分我们跑了王者 刺激 元神 三千套 压力是逐步递增的 通过新能狗记录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 王者最高的画质是稳定120帧 司机HDR高清价90帧的画质 也是稳定在了90帧 元神最高画质也是一直跑在60帧的上线 三款游戏的帧数是达到了游戏所允许的最高点 且全程没有出现大幅波动的情况 可以说用稳如老狗来形容 当然9400这一颗SoC除了游戏性能出色外 能效表现我觉得也是很值得一提的 在这里我手动记录了机身背部的温度 可以看到没有游戏之前 日常使用温度是在36.7度 跑完王者最后是40.2度 提升了3.5度 跑完吃鸡之后是40.7度 提升了4度 而压力最大的元神 跑完之后温度是41.7度 也是只提升了5度 此时摸上去手感还只有温温的感觉 可以说完全是在接受范围之内 续航的表现 Vivo X200这一手搭载了全新的蓝海电池 采用的是三代贵负级技术 容量高达5800mAh 搭配天玑9400出色的冷笑表现 日常使用续航确实非常贵力 我也没有那么严格的去做续航测试 只是随手记录了一下 充满电从上午9点52开始使用 中间和往常一样 看微信刷微博 中午休息大王者 看看抖音什么的 来到晚上9点36 还有47%的电 日常稳定 使用89个小时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这样的一个续航表现 我相信大部分的小伙伴是绝对有用的 至于充电这一块 我这里也是日常记录了一下 打开急速充电模式 在11%的电量的情况下进行充电 13分钟可以充到40% 36分钟可以充到88% 差不多45分钟就能完全充满 目前各家手机电池 都是有专流充电的保护功能 80%以上速度就会稍慢一些 所以30分钟能充到80%是比较快的 日常使用体验下 这一个电量坚持到家 应该是不成问题 最后简评一下网友口碑不错的橘子系统 和星际X200一同升级的自然就是5.0版本 最大的一个变化 首当其冲的就是加入了零动岛 点外卖接受验证码什么的时候 都会有主流提示 无需切到后台看 其次呢就指小V全收 现在我们可以长按下方导横条 然后圈出自己想要询问的文字图案 小V就能帮助你回答特别的方便 至于后台留存 我手中这一台呢是16加1T的版本 随便打开个20个应用 后台没有一个被杀掉 操作全程丝滑流畅 可以说油画的很好 来希望蓝场继续保持 经过了我们以上的体验分享 最后我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X200作为Weaver今年新推出了的新品 它在硬件配置 影像和系统方面 均都做到了全面的升级 且续航的表现也非常适色 考虑到目前线上线下 人均几百块的优惠活动 这应该就是Weaver优势以来 最具吸引力的准备旗舰了 OK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关于这一台手机全部的分享内容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长按点赞一键三点支持一波 如果有不同的想法或者问题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 弹幕留言补充 我是钢丹 希望本期视频对的有用 我们下期再见